事发后,涉事警员的私家车停在元朗一段轻铁轨,损毁严重。 警方指大批暴徒走完9点多,在元朗袭击一名便衣警员。 警员倒地后被多人围殴,生命受严重威胁,为保护生命开一枪。 之后该名警员被人投掷汽油弹,身体一度着火。 又指他走壁时,手枪及弹夹连子弹跌在地上。 由暴徒尝试取走手枪,但被该警员制止。 涉事警员要求增援时,再被人投掷第二个汽油弹,脚一度着火,撤退时未能拾回子弹弹夹。 警方提醒市民,如石或子弹、子弹壳或弹夹,必须交还警方。 又严厉谴责暴徒攻击警员,及罔顾人命的行为。 为了保护生命,那名警员开了一枪。 我们在网上的影片看到,暴徒虽然稍微退后, 但是随即向这名警员投掷汽油弹, 直头是想拿他命。 警员被这些汽油弹扔中,火势有一个人那么高, 警员是完全寡不敌众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认为警员的开窗是合法、合理的。 有传媒都说,警员开车做不定先, 所以那些小匹线维上去理论。 所以问一下,长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? 在这个时候,我觉得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去到暴力示威者的暴力。 大家看到,其实今天是遍地开花, 有14区都有些暴力事件发生的, 而他们的暴力程度是有上升的趋势。 再加上,其实在很短时间内, 就已经是演变成一些很恶劣的情况。 而且他们是有目标的那样, 是袭击一些警务人员, 又或者是一些目标的商铺。 甚至有些市民, 其实都是因为政见不同而被他去袭击的。 警方指,暴徒的暴力行为升级, 袁超从前所见, 又指事实汇旧反蒙面法公布有关详情, 我们警方是一个执法的部门来的, 那我们一定会依据法例去执法。 那其实我们警方也是欢迎任何法例可以帮助到我们, 是维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。 以前只有劫匪先会叫烂银行的卷杂, 但是昨天有暴徒叫开银行的卷杂, 打碎玻璃门, 甚至在银行里面放火, 我们暂时未知银行里面有什么损失。 暴徒扔汽油弹, 中火的目的比过往更加明显地针对性。 他只暴徒在政府部门纵火, 晚上可能仍有人工作, 博士也可能波及邻居, 对这些行为表示愤怨及厌恶。 至于中江14岁少年, 送往屯门医院就职, 其家人凌晨到医院探望, 了解情况, 警员也在医院戒备。 无线电视记者朱紫阳报道。